脊柱不稳是指脊柱失去了在生理负荷,下维持椎体之间稳移关系的能力,椎体之间发生胃移,食肌损,血管或神经根受损伤或刺激,产生畸形,疼痛,头晕,功能障碍的一种病理状态,破坏这种稳定关系的原因,可以是创伤,肿瘤,感染性疾病,医院性原因和椎间盘蜕变。 椎间盘蜕变有三个阶段一,功能障碍期,发生在15到45岁之间,刺点为椎间盘纤维团的周圆性和放射状撕裂,以及小关节的局限性滑膜炎,二部稳定期,35到70岁,椎间盘内部撕裂,进行线吸收,小关节蜕变半有关节能松弛,半托位和关节面破坏。 三,稳定期,60岁,椎间盘周围和小关节内骨吹进行性增生,导致阶段性僵硬或明智强持。 腰椎和颈椎各个椎间盘,发生蜕变可以有先后之别,可以在颈椎或腰椎上看到所有椎间盘蜕变的三个阶段。 椎间盘蜕变后发生不稳的五种形式一,在实状面上椎体前后发生水平不稳,二在实状面上椎体前后倾斜,椎体之间成脚不正常。 三,椎体在椎平面上发生旋转。 四,椎体在额状面上发生左右倾斜。 五,多个椎体之间累积两个椎体之间的不稳,发生异常排列,造成整体颈椎或腰椎不稳。 脊柱不稳的临床症状颈椎活动时发生头晕,头痛,颈痛,腰椎后身或前趋时下腰疼痛,间歇破形,腰椎活动时受限。 01,手法整腹手法整腹在颈椎不稳和腰椎不稳中占有重要地位,可以说各种类型的颈,腰椎筋度不稳,都可以用手法整腹。 01,在手法整腹中使用三大类方法,正骨,纠正椎体各种不同的位移和或旋转。 02,纠正肌肉和或筋膜的静卵,粘联和或位移。 3,促进滑膜,肌肉,肌肩,筋膜,血管,骨,关节软骨和其周围的软组织严正吸收,血液循环改善。 02,固定,当脊椎发生不稳定时给其创造相对稳定的环境相当重要,由于颈椎和腰椎都是人体的活动中心,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活动,很难固定。 固定可以采用两种方法,一,用颈托或腰为固定,二,用颈椎或腰椎的前沿固定,固定的目的是为连接椎体之间的软组织创造修复的条件, 维持椎体之间的相对稳定,当脊椎不能软组织修复到一定水平,脊椎之间又可以恢复稳定。 固定又分长时间固定和短时间固定两种,严重的部门往往需要长时间固定,不仅不许前驱后身,而且不许体柱旋转。 颈椎可以使用限制颈椎旋转活动的紧托,腰椎就需要卧场牵引,轻的部门就可以简单的紧托,腰为固定,随着部门的减轻,固定的时间逐渐减少,直到取消外固定。 药物分为局部,外用药物和全身药物,局部的药物可以起到活血化瘾,消炎止痛,解除肌肉静卵,促进软组织腥腹的作用。 根据全身和局部的不同情况,可以使用各种药物,主要有次类,活血化瘾,消炎止痛类药物。 3. 营养神经类药物 4. 降血脂软化血管类药物 0次功能锻炼功能锻炼,在脊柱部门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。 颈椎和腰椎是人体脊柱活动的中心,正常的活动是生理,不能活动就是病理。 颈椎米自操,用颈椎做血米自的动作,锻炼颈颈椎不同方向的运动。 肩关节前后旋转运动,牵拉连接颈椎和肩背,肩胛骨的肌肉。 练习术脊肌,仰卧体做锻炼腹肌,仰卧左右白腿活动腰椎,以上锻炼对维持和修复腰椎的部门有重要作用。 对腰椎肩排突出,颈椎病,肩周炎,关节炎等疾病,有丰富经验和确切疗效。 一,药物,药物可以消除炎症,改善症状,我愿采用西药加中药,双管齐下,跨速止痛消炎。 二,牵引,牵引可以降低椎肩排内压,减轻神经跟刺激和压迫症状。 三,物理,震痛,消炎,兴奋神经肌肉和松解粘连。 我愿有腊疗,中瓶,冲击波,深层肌肉刺激疑,磁疗,红外线疗法等。 四,中瓶医疗法,推拿可以使突出物回纳,改变突出物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和消炎症痛。 针灸在消炎,症痛方面,也有明确的疗效。 五,注射疗法,物愿神经组织疗法,可以减轻局部炎症,交连,适用于疼痛明显,且一般效果不佳者。 六,运动训练,可帮助维持患者的正常脊柱形态,提高腰背肌力量,增强椎体周围韧带弹性等。 七,高压痒,可使致部循环改善,质量含量显示增加,利于神经跟炎性水肿的消退。 八,微创介入,射频,脱灯,激光,追尖盘性等微创介入了法,指导并造,跨速有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